刑事局在今天侦破华西街帮暴力讨债集团 警方发现黑帮阳性男子帮曹姓女子处理债务纠纷 那么涉嫌呢 教唆旗下的小弟将诚信被害人约出来之后 持辣椒水跟手枪想要当街强压被害人 最后这名被害人呢 是跑到了超商求救才获救 而一人徐乃琳也是受害者之一 他的公司还曾经遭到阳性嫌犯闯入 甚至是电话恐吓 现在六个人落网 全部都被移送反败 被害人跑进超商求救 只见几名扼煞依旧将人团团包围 动手拉扯要将被害人强压带走 当时被害人简直吓坏了不停抵抗 没想到反遭喷辣椒水攻击 超商店员看不下去连忙报警 一群扼煞才强压未遂连忙逃离 而被恐吓的还不止这一名诚信被害人 就连一人徐乃琳也是受害者之一 具有帮派背景的阳性主席呢 率领多名的青少年持辣椒水 还有一室枪械的物品呢 那经过初步了解呢 有一名知名的艺人呢 也是被害人 此名扼煞来到徐乃琳的公司 擅自闯入说要找人 甚至打电话呛吓恐吓徐乃琳 说这次到公司下次就到你住家 一切起因就是与曹姓女子的财务纠纷 不是你说我又没有跟你借钱嘛 那我有跟你借钱吗 徐乃琳记者会上曾遭曹姓女子闹场 原来双方早就积怨已久 曹姓女子因为买卖房屋 投资公司跟陈姓被害人及徐乃琳有财务纠纷 找来华西街帮大哥协调处理 杨姓主席就帅小弟强压陈姓被害人 恐吓徐乃琳 委托啊 觉得应该就会还我清白 我也会帮杨元忠大哥还他清白 曹小姐就没有委托我 私人纠纷扯上黑帮恐吓 受阳性嫌犯和曹姓女子等六人被逮 不承认犯刑频频喊冤 但警方也查扣相关证物 将人统统依法送办 这张被子杨文豪太别不懂